今天,美国新冠肺炎病例大幅度增加,约5811例,达到了20176例,死亡277例,创下了新高。 美国股市在不断暴跌熔断的时候,美国新冠肺炎病例却在大幅度上升,而且美国公布的这个数据还是被严重低估的。 因为美国一直因为检测试剂不足,而让很多实际新冠肺炎病人自生自灭,都没有被统计进去。 美国的专业人士估计,美国的实际新冠肺炎人数为公布确诊人数的20倍。 正是因为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,美国疾控中心的专家才坦白说,在美国很可能会有3-40%的人感染新冠病毒,也就是会有上亿的美国人得新冠肺炎。 这个数据确实很吓人,在美国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,那就是美国还有近百万流浪汉。 这些流浪汉在美国天桥底下,在贫贫窟,他们聚集在一起,没有任何防护措施,也成为了特别容易感染新冠肺炎的群体。 但没有任何人在乎他们的生死,没有人去检测,他们的死亡也没有统计。 而在中国,防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,已经下沉到每一个村庄,每一条街道,每一个社区,却很少发现中国有职业流浪汉。 而在美国不一样,美国的流浪汉简直是一群又一群,是活动的新冠病毒员。 在美国,大量的新冠肺炎病例没有得到检测,也没有统计。 之前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检测,而且检测费用高达3000美元。 这样美国的普通人望而却步,要知道美国有约30%的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资金。 在美国,只有政客、富翁、名人等具有新冠肺炎优先检测权,包括非常富有的NBN球星也有优先检测权。 他们一旦感觉到不适,就能获得优先检测权。 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媒体之一,这些拥有政治地位、金钱、权利的人,剥夺了普通人的检测权利。 普通民众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,境遇非常悲惨,他们没有能力抵抗新冠病毒。 正是因为西方社会的这些政客、富翁、明星,他们拥有足够的权利和金钱,能够优先获得新冠肺炎的检测权,而且能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,所以他们不担心新冠肺炎。 而且一些政客还抛出让60%的人感染新冠肺炎,自然淘汰一批免疫能力不强的人,激起不人道,非常恶毒。 要知道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,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,不能获得好的医疗服务,只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和病毒搏斗。 如果免疫力强就能幸存,如果免疫力一般就直接挂了,成为政客不作为的牺牲品。 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客们,在防控新冠肺炎上,他们不但消极不作为,故意隐瞒新冠肺炎数据,背后却利用新冠疫情谋取私利。 这真的是美国堕落。 在这些没有底线的政客面前,美国的内裤都被扒光了,直接裸奔。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公布了一段秘密录音。 录音里面,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尔曾经在三周前一个企业活动上,警告新冠肺炎将会带来严重影响,对经济造成很大冲击。 录音中博尔警告说,我能够告诉你们的是,新冠肺炎在传播方面,比我们近代史上看到的任何情况都更具侵略性,可能堪比1918年的大流行。 大家都知道,1918年的大流感让全球5亿人感染,占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,死亡人数最高达了1亿,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流感。 而且这种流感起源于美国,只不过被美国甩锅给了西班牙,叫西班牙流感。 然而他们对内一套,对外一套,对外的时候他们竟然还在安抚人们,不要恐慌,不要戴口罩,说新冠肺炎没什么大不了,尤其是特朗普更是如此。 这对美国民众形成了欺诈,在特朗普、布尔等欺骗美国民众的同时,他们却偷偷干了一件大事,那就是将自己持有的股票全部卖空。 这个消息曝光后,迅速引发了美国的轩人大波,因为这是一件惊天大丑闻,可以说这次特朗普政府真的直接裸奔了。 2月13日,布尔和他老婆抛售了他们持有的33只股票,总价在约63万美元到172万美元之间。 而且从他们的历史记录来看,这是他们一天之内买出股票最多的一天,除了这一天外,他们还可能在其他天买出了股票。 也就是说,他们利用内部信息提前从美国股市出逃了,这已经是严重的证券犯罪了。 因为他们通过美国政府的内部情报,已经了解到了新冠肺炎的严重性,从而提前出逃。 无独幽偶,美国的丑闻还在发酵,其他几个美国议员也同样利用内部情报,提前卖出了股票。 其中有一名共和党参议员,杜弗勒,在参加了一场新冠肺炎的闭门简报会后,立刻与他的丈夫抛售了股票,而他的丈夫身价在5亿美元。 可以说这些美国官员丝毫没有为美国民众服务的心理,不仅在新冠肺炎上欺骗美国民众,还千方百计利用内部情报,大搞股票交易,这种行为已经是严重的读职和犯罪。 随着大量美国政府官员利用内部情报,提前从股市出逃的丑闻爆出,美国已经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。 这是美国的惊天丑闻,也是惊天耻辱,而且最大的丑闻还在后面,特朗普的家族是否也利用内部情报? 在美国股市大肆做空,包括他的女婿库什纳,女儿伊万卡,还有他的儿子,他们都是热衷于内部交易的人,只要查下去,他们都有问题。 一场新冠肺炎就是一面招摇镜,让美国的丑闻不断暴露,接下来就看特朗普如何裸奔了。 皇帝的心意中,一个小孩说,国王其实什么没穿,现在特朗普就什么也没穿,只不过说这句话的不是人,而是新冠病。